如果自己有Android手機的話 就知道Market下載遊戲、下載軟體非常的方便 然後你想裝什麼就裝什麼 只要你的手機的RAM夠大 或者你的記憶卡夠大的話 裝什麼都沒有問題 都沒有問題 尤其早期像2.1的版本 Android 2.1的版本以前 他沒有像那個 把軟體安裝 本來都安裝在RAM裡面 那2.1以後的版本 他可以安裝就是幫你搬到記憶卡 比較不會佔用記憶體 那這部分的話慢慢的 讓你的記憶體空間變大 那現在記憶體RAM呢 有些甚至已經到達1GB的RAM 所以你要裝什麼都不會有問題 對開發人員來說的話 可以增加額外的收入 所以你們有一個目標 考完證照之後 可以再申請一個什麼 AndroidMarket的帳號 如果你申請個帳號之後呢 你才有辦法把你的AP傳上去 那當然這地方 你需要一些動作啦 要上那個Market的 他有個開發人員的那個連結 你要進去註冊 那這些動作我都做過 而且還有一個費用 那個費用的話呢 就是一次性的 終身有效 總共要付多少呢 付25塊美金 相當於台幣 差不多700多塊吧 付完之後的話呢 你就有什麼呢 上載的權利了 你上載上去就可以發布 那將來人家在那個Market上面 就可以搜尋到你的 你的這個AP 那也可以選擇要不要下載 所以一次性的費用 還有25塊美金 所以你還要需要有付 一般就是用信用卡付費啦 所以如果你沒有信用卡的話 可能要找你爸媽幫忙一下 輸入一下那個信用卡帳號 因為最近我也刷了這個費用 然後有一個手續費 大概十幾塊錢而已吧 最近我又跟那個Google買了一個 叫空間 我買了25GB 雲端空間 25GB 那25GB 不算小吧 所以我花了多少錢 給各位猜猜看 我花了5塊錢美金 25GB 一年 5塊錢他150幾塊而已啦 他給我25GB空間 就Google Docs 非常好用 那我覺得花這5塊錢美金太划算了 太划算了 那也是利用信用卡付費 這邊跟各位也稍微分享一下 另外呢 當然大部分都是free的 不過free的話有個好處說 你的廣告效益其實蠻大 尤其如果你download人次夠多的話 其實廣告商都會非常喜歡 因為他會在上面掛廣告 那你也可以有廣告收益 另外呢 將來 幾乎 比較大型的公司 他也會尋什麼呢 尋AP的行銷模式 就是我這個AP出去的話呢 我上面雖然是免費的 可是我可以達到那個就是形象 就是說我可以做一個行銷 因為我至少有AP 你用我的東西你就知道我 你就知道我 我可以free的沒錯 但是我可以有點像廣告的性質 所以現在各大的公司 我覺得我可以做一個公司 是的 這個公司 我可以做一個公司 OK 也要去做一個公司 然後 就是